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快讯 我是天一,新闻热手 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陆续接种第二针的疫苗 今天天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种疫苗后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新加坡新冠疫苗专家团队和卫生科学局建议 接种疫苗的人在接种疫苗一周之内 避免削烈的体力运动 因为一些案例显示 一些年轻人因为接种了疫苗而出现心脏问题 而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新加坡卫生部7月5日公布 一名16岁的青少年接种第一针疫苗后的6日 在健身房举重无捺后,心脏躁停 目前在卦立大学医院交互病房救治,情况危态 卫生部透露,这名少年在6月27日 接种首剂辉瑞疫苗 经医会人员评估为合适接种 他在接种疫苗后的30分钟观察期间良好 接种后的5日亦都无恙 本月3日,他云倒前曾经在健身房举重 他所用的重量超过他的自身体重 随后,卫生部于周一紧急更新了 针对所有接种疫苗的人的指南 特别是青少年或者30岁以下的男性 接种疫苗后需要避免剧烈运动 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也就是说,无论接种第一剂或者第二剂疫苗 都尽量避免在接种后的一个星期内进行剧烈运动 没有任何反应 他曾一度怀疑自己打的是生理盐水 但接种第二剂后就发烧了 按照专家的说法 是因为第一剂的疫苗后身体有了抗体 因此接种第二剂疫苗身体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免疫反应 而导致更明显的副作用 不知各位接种了第二剂疫苗没有? 天一在这个周末先去接种 希望你分享一下接种第二剂疫苗后的情况 另外,你是否混合接种疫苗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信息 请留意今晚6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